权益问答 同修的先生应该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并而且要求同修的先生去他家 让孩子给同修先生端完 幸福安安 请问师傅 像这种人自以为是别人好 以人间的想法介入清修同修的家庭 已经对清修同修的先生产生了很强的思想引导 导致夫妻关系很微妙 请问师傅 这种故意劝导清修的同修生孩子 是否等同一变相这种动人因果呢 是否这种问题 已经动大因果了 这个人会出大事情的 他家里一定会倒霉 像这种人的话 家里一定会倒霉的 他以后晚年会缺个腿缺个胳膊的 叫他永远不方便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都是真的 过去史说上都有的 把人家对好夫妻拆掉 把人家对好夫妻说了 不好了 这种都是动人因果 动人因果的人会残之不全 那师傅你像这种 人家不想要孩子 你就引导人家要孩子 这种也是动因果吧 是这样师傅 对呀 人家而且你要看 就是就是不学佛 人家不要孩子 你也叫动因果 人家说为了清修 不生孩子的话 你动了更大的因果 断人会命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哎呀 你想想看去搞那 搞那些事情 然后太太要受多大的苦 对不对 万一来个讨债呢 好了 完了 讨债会不要太多 明白明白 那师傅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有的同修在生孩子 我就想说 哎呀 有一个孩子了 不要就是说 不要去二业二胎了 哎呀 都是债啊 咱就有一个孩子 好好培养就可以了 这样说动因果吗 如理如法吗 师傅这样说 这样说的话 反正他又没有怀孕 你又没叫他打胎 有什么因果啊 如果说你叫他打胎了 那么你又动因果了 动因果了 哦 那比如有的同修说怀孕了 哎呀 哎呀师兄啊 怀孕了 咋整啊 那我们怎么说呢 他又不想要孩子 就问我们 咋整呢 师傅 咋整啊 你告诉他 你该咋整就咋整 你嘴巴里说不要孩子 你为什么还生啊 你咋整啊 他不小心怀孕了 不小心怀孕 那就生 不能杀生 那是肯定的 杀生就叫杀人 叫他生下来好好培养 讨债归你也得还债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哦 师傅 哦 师傅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 谢谢你的 此一开始 师傅 谢谢你 再见